中国外交部已于2016年7月12月19日专门发生 北约峰会公报有关内容 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充满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冷战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 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 却依旧抱持联合博弈对抗思维 无视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呼声 逆潮流而动 开历史倒车 不得人心 也注定不会得逞 北约声称是区域性组织 却突破自身条约规定的地理范围 加速东径亚太 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 却鼓动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 不停越界扩权 到亚太地区挑起对抗 北约宣称要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却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干涉别国内政 卷入多场战争 贩卖安全焦虑 唯恐天下不乱 执迷于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强化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中方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联合国现场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 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 我们从未侵略别国 从不搞代理人战争 不在全球开展军事行动 不以武力威胁他国 不输出意识形态 不干涉别国内政 我们不组建 不参与军事集团 通过法律形式 对外宣布不以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何来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呢 亚太地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靠的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妥处分歧 北约东京亚太 只会搅动地区紧张局势 引发阵营对抗 甚至新冷战 亚太国家不欢迎 很多北约国家不赞成北约亚太化 亚太地区也不需要亚太版北约 我们敦促北约 立即停止对华 歪曲抹黑 编造谎言 放弃冷战思维 联合博弈的过失理念 放弃迷信军事武力 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 放弃搞乱欧洲 霍乱亚太的危险行径 不要为自身继续扩张 寻找借口 而因为世界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做法 平稳定 字幕阅 地区 我们地区 他是 务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